铁弹的哥哥喝醉了酒大闹派出所 威胁高启强 如果不放人 就扒了他那身衣服 就在高启强顶不住的时候 我们领导一个电话 打给了公安局负责人 再次说明了此事的严重性 铁弹找谁都不好使了 那武贵和郭阳呢 他们两个也得在里边 待上一年半载 你放心 以后再也没人敢找传播场的麻烦了 霓子大一已经到了青城港 随时可以北上晚长 明天出发吧 我得跟家里说一声 有些事也要准备一下 下午 叶青带着杜丽和邢兆科 还有张国伟 一起跟深海设计院的董鹏 唐家山一起吃了顿饭 老董 冯厂长给我说 他们的钢板已经检验合格了 我今天带他们来 就是想开启生产挖沙船的计划 还有明天我们就去老毛子呢 我想搞点不一样的东西 放心 我会让我们院的设计师 助长你们传播场 这次你想换什么好东西 我们龙国海军军舰手 技术落后 这是不争的事实 尤其是在反前反侦查方面落后太多 这一趟 如果我们能搞一架战机回来 那才是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贡献 董院长 叶先生 这次能不能带上我一起 老唐 我也希望带你去 但深海研究院现在离不开你 再说了 你得留在青城 跟渡工和行工 对接建造挖沙船的事情 这可是天大的事 四日下午 叶青 苏小 董鹏 登上了北上的货团 第三天 忽然有一艘快艇 拦住了货船 前代的船停船 没有要去拉 严重我们的检查 我们去管船 没有要出行政 没有 不过船上装的是两万件 一字大一 是我们冰军的太平洋舰队 参谋管向害日子的报告 你们没有出行政 不能放行 你们的货船要跟我们走 靠爱停船 监速检查 我们可是给太平洋舰队运送物资 要是耽误了 你们负责得起吗 我们怀疑你们在阻止 必须监速检查 他们不会是截胡的吧 如果被他们扣押了货船 一字大一会被他们抢的不说 就是货船能不能要回来 都是未知数 董鹏和苏小也慌生 怎么办 我能什么便宜都让谢儿盖赞了 等了这么多钱 终于等到了一球大雨 只要国民正打墙下这球货船 未来一年此何不出 可就在这时候 自己快艇上的无线电不然响了起来 对方真是个浊华的混蛋 竟然在无线电公共频道上 胡召太平洋战队 如果我的初始被发现了 管卫爷就到处了 我可没有谢儿盖那样的大能量 可以光明正打 无法无天倒卖物责 我们是太平洋战队才能够 我们的曲折舰马上过去资源 你们缠上的东西是个决事经历 他们无群检查 如果他们有缘狐独埋残 太平洋战队性情 你们都没有精彩 则绝把他们撞伤 诚实话 则绝撞伤 他一脸纠结 露过到嘴边了 就这么放弃 实在是让人舍了 看着快艇无动于衷 叶青小心脏 都跳到嗓子眼了 自己的表演露像了 叶青灵机一动 立即对着无线电设备说道 董助理 太平洋舰队刚才给我们下达了命令 如果对方不撤离 我们可以直接撞过去 你们现在就做好撞击准备 收到 准备撞击 警卫猴子不想冒险 深思熟虑之后 决定掉头离开 目睹了叶青 刚才一顿猛如虎的操作 苏小和董鹏也是目瞪口袋 叶青啊叶青 你是机智勇敢呢 还是胆大妄为呢 嗯 我觉得 他这就是临危不乱 机智勇敢 不多时 天空传来一阵呼啸声 众人抬头一看 是一辆直升机 正在朝这边踹损着 然后一直在货船上通盘旋 刚送走了一个小鬼 这是又来一个 就在众人无比忐忑 指望着叶青赶紧想办法对付的时候 直升机上传来一道声音 你们是太平洋戒指的 谁让你们能够无限戒呼啸 独家汉放的仙人阶残门 这独家没有人就叫叶青人 我就是叶青 刚才快艇上的人 拿着机枪对着我们 真是太吓人了 我就是一个商人 来做点生意 想不到这里竟这般危险 我以后可不敢来了 好在几个小时后 叶青他们顺利靠岸 我的朋友谢尔盖 你知道吗 他们拿着机枪对着我们 我真害怕他们会朝我开枪 我真担心 以后再也无法 跟你这位好朋友做生意了 看着叶青惊魂未定的表情 董鹏和苏小都想演面 这家伙 磕没得也太能演了吧 爷 我是不会让好朋友受委屈的 不就是几个警卫吗 敢跟我们太平洋舰队作队 我会为你出击的 谢尔盖 发生这种事 我以后真不敢再来晚成了 虽然我很想跟你做生意 但我怕小命不保 爷 不用担心 我保镜以后 不会再发生这件事 我们还要继续做生意 这样吧 爷 我这还有三修退役的潜艇 送给你 全当是对你的补偿 这也太牛了吧 爷经委屈巴巴诉了几句苦 就免费得到了三艘退役潜艇 不不不 谢尔盖 这怎么好意思的 不用 我们可是好朋友 既因为我们是好朋友 我才更应该补偿你 我谢尔盖 只让敌人击贵 绝不允许积极的朋友欺贵 好吧 既然如此 那我就勉为齐男收下 不能含了老毛子的鲜 两万件大鱼 这个不是大鱼 而是金剑 这边已经开始杀卷了 大鱼一定会轻轻松松卖出去 大赚一笔 爷 走 我带你们去刁卷东西 爷走 你不是要让谢尔盖 带我们去看一下他们的飞机吗 沉住气 我会找机会的 众人来到那处退役军舰集聚地 爷请扫尸一圈 眉头紧重 谢尔盖察觉到 叶青似乎有心事 爷 怎么了 需不需遇到什么麻烦了 谢尔盖 作为好朋友 有一件事 我觉得不能隐瞒你 前两次运回去的潜艇和挖沙船 我并没有赚到钱 他没赚到钱 他赚得比谁都多 但是那艘挖沙船 他改造之后 就卖了一千五百万 跟着叶青真特娘的见识面呀 我厂里的工人对我很不满意 甚至要联合起来罢工 这一次 我想搞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回去 要不然 我的工厂真的要破产了 我没法跟工人兄弟交代 原来如此 爷 想不到你处境这么难 你应该告诉我的 我之前就说过 不能让朋友弃轨 今天我带你去另一个地方 谢尔盖又带他们多了一大圈 来到了一个机场 只是这里杂草丛生 显然已经废弃很久了 爷 这是我们太平洋舰队机前的 航空兵基地 不过现在已经成了垃圾场 你看看这里有没有你想要的 一眼望去 荒草丛中停着十几架破损的战机 不过有一架飞机 吸引了叶青的注意 谢尔盖 这架飞机倒是挺新的 怎么也停在这里 叶青表面风平浪静 其实内心早已激动的不行 他认出来了 那是一架图104客机 图104客机 是在图16轰炸机基础上改造的 如果能把这东西搞回去 可是赚大花了 他即使还没有到对异年龄 即使出了一点故障 没来得及收 正好我们太平洋舰队 刚接手了两架 最新型的客机 就把他应这里了 这大家伙放在这站空间 不如给我吧 把他开回去 也算是给我厂里的工人兄弟 有个交代 既然你想要 那就开就好了 反正这又不需我的东西 一架有故障的飞机消息了 也没人会追究 还不如换点东西划算 卧槽 太好了 他竟然同意了 要是把这家伙开回国 可是有大用处 谢尔盖 帮我们找人修一修吧 没问题 我找人帮你们修一下 看能不能修好 叶青能帮他赚钱 他会尽量满足叶青的需求 他找地方打了个电话 爷 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最忠诚的戏兵 杨哥围棋 他会帮你把这架飞机修好 爷 今晚我有一场宴会 很遗憾 没法跟你一醉放休了 遗憾个屁 老子最怕的 就是和你一醉放休 那真的是很遗憾 谢尔盖 既然如此 你先去忙 爷先生 我得去一趟仓库拿维修工具 我们跟你一起吧 杨克围棋 领着叶青等人来到一处仓库 门口站着一个鹤枪实弹老毛子士兵 你们是该送了他 罗舍夫 别紧张 是塞尔盖参谋长 让我来仓库里拿维修飞机的工具和零件 这就位是塞尔盖参谋长的朋友 叶青眼疾手快 从包里拿出两瓶福特加塞到罗舍夫手中 嘿 火箭 一点见面礼 别客气 你们进去吧 哎 老毛子的士兵 都是什么素质 两瓶酒就收买了 嘿 火箭 多给我们带上几套备用工具和零件吧 万一以后坏了 我们也能用得上 等修好了 我请你去白兰地酒吧喝酒 而且给你准备了十瓶上好的福特加 明天拿给你 这个叶青真够意思 怪不得塞尔盖跟他关系这么好 谁不愿意和这种出手大发的人做朋友 叶青在仓库里 竟然发现了五台图104的备用发动机 杨克围棋 我觉得那架图104发动机时间太久 谁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谢尔盖让你帮我们把飞机开回去 为了你的安全 我建议把发动机换成新的 你未来一年的酒 我全包了 叶青说的这个理由 杨克围棋无法拒绝 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 必须得换 要不把这几架发动机都搬到飞机上吧 给我以后备用 反正图104够大 放得下 弄回去给海军 让海军给空军 然后再来个逆向研发 让龙国的飞机发动机 跨越一个时代 岂不妙再 杨克围棋却犹豫了 万一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就在他内心纠结 准备拒绝的时候 叶青塞过去一塌子卢布 等去了龙国 我们一定会好好招待你 耶 发动机太大 你都要的话 怕是要走手续 很麻烦 不如我们外上来 有道理 还得 你先把洛舍夫搞定 这个我来想办法 叶青让杨克围棋 董鹏 苏小回车上等自己 自己则走到洛舍夫面前 然后攀谈了起来 前后不到五分钟 叶青知道了洛舍夫的部分信息 洛舍夫 我跟你真是一见如故 相见恨晚 今晚白蓝地酒吧 我请你喝酒 无见不散 杨克围棋找来四个帮手 维修图104的时候 苏小终于找到机会 跟叶青单独交流 叶青不是要军舰吗 你怎么要了一架飞机 我们海军可用不着这种飞机 谁说用不着 咱们海军也需要运输机不是 改装一下 这不就是县城的运输机吗 原来叶青打的是这个主意 不得不说 还是叶青想着周到 你刚才跟看仓库的士兵 怎么聊了那么久 他只是一个普通士兵大了 你懂啥 他可不普通 他手里有仓库的钥匙 可是大权在握 老董 晚上你跟杨克围棋一起 除了那五台飞机发动机 看上什么东西了 随便拿 这样好吗 被老毛子发现 会不会被抓起来 不用担心 我都打好招呼了 有馅儿该罩着 出不了什么事 那一晚 三人分头行动 叶青带着苏小请洛舍夫 在白兰地酒吧喝酒 见多识广的叶青 跟洛舍夫聊了很多 从机城聊到晚城 从一站聊到二站 叶 你让我还一还 我先去趟卫生间 衣服和钥匙 你帮我看着点 洛舍夫一走 叶青朝一个兔女郎 跟我拖手 万万想不到 叶青竟然还有这种爱好 真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苏小气的转身就要走 干嘛去 我不打扰你的好事 你现在是我的秘书 哪也不能去 老老实实待在这里 一会儿还要给你分配任务 叶青直接拿出一打卢布 低着头 小声对兔女郎说道 看到刚才上厕所的那家伙了吗 那是我的朋友 在太平洋间的任职 你去好好服务他 至少四个小时 这些钱就是你的了 我一定会服务好你那位朋友的 我朋友害羞 不要提我 你就说是你被他的魅力所吸引 明白吗 放心吧 没问题 这是仓库的钥匙 拿着去找董鹏 你就不怕一会儿洛舍夫回来发现了 他正在温柔乡里享受呢 四个小时之内回不来 刚才那兔女郎 你是给洛舍夫找的 你以为呢 洛舍夫一个人在外城 孤苦伶仃 我找个人 是为了好好慰藉他受伤的心灵 拿着钥匙 快去快回 董助理 你们忙着 我还要回去给他们送钥匙 都怪叶青 公然偷老毛子的东西 这要是被亲朋好友知道了 他们会怎么看我 真是丢死人了 他回到酒吧后 发现洛舍夫还没回来 仓库那边怎么样了 董院长和杨科维奇 他们几个正在搬运发动机 苏小同志 你看上去非常紧张 放轻松 深呼吸 不会有事的 第二天 各驾途104成功起飞 朝青城机场飞去 而三天前 船舶厂来了一位 看着很斯文 穿着很正式的人 他叫李山河 你们是船舶厂的工人吗 不用工作的吗 为什么都聚集在一起聊天 现在厂里没活 我们刚培训完 现在休息一小时 一会还要接着培训 培训什么 老员工培训电器汉 新员工培训 船舶基础知识 除了这些 还培训什么 没有了 就这些 你感觉你们厂长 叶青为人怎么样 叶厂长是世界上 最好的厂长 和矮可亲 把我们工人 当成自己的亲人 这个答案 不是他想要的 他又连续问了几个人 可所有人都说 叶青是个好厂长 李星河意识到了 问题的严重性 一两个人表扬 叶青无所谓 和所有人口径一致 那说明问题 已经相当严重 说明厂里工人的 言论被控制了 这非常可怕 幸好上级派我来 救工人 于水深火热之中 李星河了解了情况后 转身匆匆离去 他来到办公楼 找到了办公室主任张古伟 你是报社记者吗 是不是来报道 我们夜长展的光辉事迹 欢迎欢迎 李星河的脸 瞬间搭了下来 不满的情绪 全写在了脸上 我不是什么记者 这是我的介绍信 你们厂长叶青呢 叶厂长 除差了 岂有此理 我第一天来厂里 叶青竟然不在 分明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我是上级派来的 驻厂代表兼副厂长 从今以后 我就是传播厂的一份子 你现在马上召集 全体员工去会议室 我要开会 怎么突然就来了 一个驻厂代表 也没人事先通知自己啊 不会是骗子吧 市府原本想派的干部 来传播厂当众公布 是李星河自己强烈要求 低调上任 说什么先来厂里 摸摸情况 了解一下大家的真实想法 对以后开展工作帮助 可他刚才跟工人一番交流 觉得传播厂的形势很严峻 赶紧召集全体工人 我要开会 张国伟嘴上答应 离开后 转身去了总工程师 物理的办公室 度工 是否派了一个驻厂代表 兼副厂长叫李星河 这是你知道吗 不知道啊 什么时候的事情呀 就在刚刚李星河来了 在我办公室呢 让我召集全体员工开会 夜厂长不在 你说怎么办 而此时李星河却等着急了 都半个小时过去了 还没有人来告诉自己开会的事 传播厂的工作效率这么低吗 既然我来了 必须得好好整顿一番 让厂里面貌焕然一新 张主任啊 人啊 准备好了吗 工人们快到齐了 你现在可以过去 你们工作效率也太低了 大家都安静 现在我宣布一件事 是否给我们派来了一位驻厂代表 兼任副厂长李星河同志 大家掌声欢迎 好端端的 派什么狗屁驻厂代表来干嘛 就是啊 有夜厂长就足够了 我们不需要什么副厂长 我还以为是发钱呢 没想到是来了个外人 一个鼓掌的都没有 反而都是反对声 李星河面色一拉 扫尸一圈 似乎想要跟每一个工人对视野 我是事故派来的驻厂代表 兼护厂长李星河 今天开会 我有几件事想说一下 我发现了非常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改 船舶厂很难有进步 部分工人非常懒散 我进大门的时候 就看到三三两两凑在一起闲聊 这是干什么啊 这里是工厂 不是街头巷尾 你们的身份是工人 要注意素质 这人以为自己是谁啊 来了 就开会对我们一顿讯 就连夜厂长都没这样说过我们 见大家心不在焉 根本没有再听自己的讲话 李星河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你们都什么态度 有没有听过讲话 我看船舶厂工人的精神面貌也有待提升 急需一场正风运动 散会了张国伟去了杜丽的办公室 渡工 那个李星河肯定是趁着夜厂长没回来 要在厂里搞幽儿子 要是被李星河这样下去 工厂又会乱靠了 哎呀 夜厂长去的是崴城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咱们也没全力管理他 就在这时 行召科火急果了的来到杜丽办公室 不好了 李星河在宣传栏贴了一张公告 鼓励工人揭发厂里的违法乱纪行为 落款是清城船舶厂政治科 咱们厂什么时候有政治科了 随他去吧 我看开会的时候 大家都很烦他 等夜厂长回来再说吧 三天过去了 可办公室没有一个工人走进来 他打算直接从四个小偷下手 夜清回来了 正好碰到赵明 秦涛他们四个 提着大包小包往外走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看到夜清 仿佛看到了救星 情绪一下子就崩了 四个大老爷们哭了 夜厂长 你可算回来了 我们四个被开除了 谁敢开除你们 夜厂长 前几天厂里 来了个驻场带 叫李星河 是他开除的我们 说我们四个影响了工人队伍的纯洁 批斗了我们一番 然后就把我们开除了 什么狗屁的驻场代表 我怎么不知道 和我一起去看看 李星河要求大家今日停产 在会议室给大家讲思想政治课呢 你们不在岗位上干活 聚集在这干什么 我正在讲课呢 谁让你们起身呢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驻场代表 都给我坐好 我是传播场厂长夜清 你是哪位 为什么会在这里给我的员工开会 是谁允许你这么做的 哼 一个毛孩子爸 怎么可能逗得过我 夜厂长 我是世谷派来的驻场代表 一会儿我再跟你对接 我正在给大家讲课 麻烦你先等一下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坐下来一起听 我不但没兴趣 而且没兴趣 这个夜清是不是愣头青 我可是世谷派来的 代表的是世谷 他懂不懂人情世故 他刚要说什么 夜清却面向工人训斥的 都在这里干嘛 石搜挖刷船造好了吗 耽误了给海军交付 你们负责吗 快回到工作岗位上 小心扣你们的工资 工人们赶紧离开会议室 非一般跑出了办公楼 听这个鸟人训斥 早就听烦了 夜清这是解救 大家于水火不中 夜清看都不看李星河一眼 转身就走 等一下 夜厂长 你让他们都走了 我怎么上课 你有没有尊重我 你来当驻厂代表 世间没有任何通知 有没有尊重过我 有没有尊重过我们 全体工人 他没有想到 跟夜清第一次见面 竟然是这样一个场景 原先准备的所有话术 全都没用上 夜厂长 你知道思想政治教育 对工人有多重要吗 船舶厂工人 现在的思想很危险 我必须拨乱反正 请你不要污蔑工人 我们厂工人的思想 都非常健康 都一心一意为了工厂 请你不要想当然 我个人觉得 都是某些人的思想有问题 这里是工厂 工人来就是为了上班挣钱 你讲课可以 但不能影响工人工作 我给工人讲课 也是为了工人好 你根本就不知道 工人的真实想法 我再说一遍 这里是船舶厂 不是你们机关单位 你们那一套 在这里行不通 叶青 欺人太甚 叶青把杜立 张国伟 行赵科 叫到了办公室 叶厂长 是否为什么 突然派来一个驻厂代表 监视我呗 人怕出明珠怕壮 咱们厂现在风头太大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这个李星河 可是处处跟我们作对 还把赵明他们给开除了 他没有权利开除任何人 告诉工人 不用打理他 安心上班 挖沙船 大快进度 我搞来了三艘潜艇 很快就到青城 这下船舶厂怕是忙不过来 但是大家伙都喜欢忙 越忙才越有钱赚 渡工 行工 你们两个负责挖沙船的建造 小伟 你负责领着朝阳沟的乡亲拆潜艇 咱们继续两条腿走路 对了 明天一早 我要开一个表彰会 表彰在护场行动中 不怕牺牲 勇斗铁蛋的同志 一日清晨 得知是夜清组织的开会 工人们精神抖擞 这个人叫善良良保卫科的科长 夜清 这不就是在说我吗 我可是亲眼见铁蛋打过人 下手太狠了 我可不敢惹他 不会因为这事 开除我吧 李星河听到会议室里有声音 过去一看 才发现夜清正在召开全体员工大会 开会为什么不通知我 夜清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助场代表放在眼里 夜厂长 开会怎么没通知我啊 我现在也是厂里的一份子 我们开的是表彰那会 不是政治会议 所以没通知你 嘿嘿 不管什么会 我都应该参加的 李代表 你做张主任旁边吧 李星河的脸都绿了 坐的位置不同 意味着在场里的地位不同 坐在夜清旁边 意味着他的地位仅次于厂长 就在李星河 想要为自己争取的时候 张小伟说话 李代表 别客气 过来坐吧 李代表 快过去坐下 我们还要开会呢 他肯定是在针对我 真是欺人太甚 咱们继续开会 这次护场行动中 通过最神殿的人 我这边都有统计 你们的医药费 常理身包呢 还有 今天下午 有工者去财务里 一个大两半 给你们服务 服务 想带回家的 可以带回家 我们只是临时工 还能当厂里领导 一厂长也太好了吧 妈妈 我当领导了 夜清的这波操作 让李星河再也坐不住 我反对 保卫科是非常重要的部门 善良良毕竟是科长 哪能随意更换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为什么不给他一个 改过自新的机会 夜厂长是不是有点 太不尽人情了 李代表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那天的事情 你没有经历过 所以 最好不要轻易发表言论 我已经把赵明和秦涛 等四人开除了 他们没有资格担任科长一职 况且他们原先的身份 也是临时工 李代表 我提醒你一下 你只是助长代表 没有权力开除任何人 夜厂长呀 我是在帮你清除厂里的蛀虫 赵明他们以前偷过厂里的东西 有钱科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这样的人怎么能留在厂里 果然 山亮亮投靠了李星河 不然李星河怎会为他说话 这下实锤了 李代表 刚才你还说什么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让我给山亮亮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现在又说赵明他们本性难移 你可真够双标的 我 我我我 你 你什么你 赵明和秦涛明知自己打不过铁弹 还毅然决然冲上去 这说明他们真正把工厂当成自己的家 我很欣赏他们的精神 让这样的人担任保卫科科长 我放心 他们是临时工怎么了 李代表 咱们国家劳动不分贵贱 只是分工不同 怎么到了你这 非得分的三六九党 李星河顿时哑口无言 憋了半天 他终于憋出一句话 叶 叶厂长 你这是在搞一言堂 不好吧 好 那就让他再决定 我说你是善良亮的保卫科科长 谁支持 谁反对了 叶清话音未落 下边工人当即大声喊道 支持叶厂长 我们都支持叶厂长 那好 让赵明再是今日保卫科科长 谁支持 谁反对了 支持叶厂长 我们都支持叶厂长 李代表 你看到了 我们全体工人都同意这两件事 这也叫一言堂 你是不是对一言堂有什么误会 好 三位 向班聊到学友吧 李星河直接去了市府 找领导反应问题去了 领导 我建议立即采取行动 不能再让叶清当这个厂长了 要不然船舶厂早晚会出大事 嗯 你先写一份材料交账来我看看 暂时不要轻举妄动 继续回厂里上班 也不要和叶清发生冲突 李星河自以为工作得到了领导的肯定 屁颠屁颠走了 转眼一个星期过去了 周一一早 叶清刚到办公室 苏小就到了 叶厂长 收拾一下 跟我去烫京城吧 领导要见你 见我干什么 我能不去吗 现在厂里忙得很 当然不可以 上级给我的命令是 即便是绑 也要把你绑了去 苏小 咱们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也算是朋友了吧 苏小下意识点点头 既然是朋友 那你能不能给我偷个底 领导找我到底要干嘛 叶清 不是我不告诉你 我也不知道具体什么事 走吧 既然是朋友 就别让我为难 苏小没有撒谎 他确实不知道 叶清知道 肯定是鸿门燕 但是自己也没有拒绝 刘山河坐在沙发上 只见脸上表情非常严肃 仿佛遇到了什么棘手的问题 叶清 你这次遇到大麻烦了 刘司令 我没有做违法的事情 能遇到什么大麻烦 刘山河拿出举报信 放在桌子上 你自己看看吧 上边记录的全是他的问题 什么搞资本主义金钱刺激 搞一言堂 甚至还特别指控他控制言论 叶清 是不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随便拿出一条罪名 就能让你在里边待十年 叶清醋眉 刘山河又开始吓唬自己 自己可不吃这一套 刘司令 这上面说的你信吗 我信与不信 没用 只要有人信 你就很危险 叶清 我不是吓唬你 你现在真的很危险 而且能保你的 只有我们海军 刘司令 保人可不是免费的 对吧 心思被叶清看穿 刘山河笑了起来 叶清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同志 有着一颗强烈的爱国心 而且非常有责任感 一心一意想帮我们海军发展壮大 对吧 之前说好的一千万 他明明想让自己免费把图 104免费送给他 却就是不主动开口 真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叶清心不甘情不愿说道 刘司令 那家图 104是用海军两万件尼兹大衣换来的 理应归海军所有 跟清城传播场 跟我叶清 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就是牵了牵线 刘山河脸上乐开了花 叶清同志的觉悟就是高 我代表海军谢谢你 天色也不早了 今晚留下来吃饭 说实话 跟你聊天 我还是蛮有收获的 吃 必须吃 花了一千万 不能浪费了 叶清呀 年轻人应该有着气 干嘛 愁眉苦脸的 你既然为我们海军做了贡献 我也不会让你吃亏 叶清没说话 一千万就这么没了 还说不让自己吃亏 我给你联系了一个海关的订单 他们需要大量的集司快艇 你们船舶厂能造吗 见叶清还不说话 刘山河小声说道 我会让他们去青城跟你对接 你出的价格可以稍稍高一点 反正他们有的是钱 你可以放心的赚 这个刘山河各种手段 维护海军的利益 可吭起别人来 真是不手软 饭桌上 刘山河乐呵呵的 喜悦之情一余言了 叶清同志 海关可是个大订单 够补贴你那一千万了 你怎么还闷闷不乐 来喝酒 你是不是在想那份材料 我是从哪弄来的 这还用想 我知道是谁 叶清 不就是一个驻厂代表吗 没必要放在心上 以你的实力 想要办他 还不是轻轻松松 刘司令 我可不是那种人 话可不能乱说 四日 苏小开车送叶清 回青城 叶清 看来 刘司令对你很不错呀 又管吃又管住 确实 这对很多人来说 这种待遇够吹三辈子牛皮了 我不喜欢这个地方 以后再也不来了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告诉我是谁 我去替你报仇 刘山河 那还是算了吧 下午 看到叶清 安然无恙返回厂里 一切如常 李星河很奇怪 下了班以后 他去了市府找乌鹏 领导 叶清那件事 处理得怎么样了 小李 你得沉住气知道吗 材料已经给了上级领导 他们审查 肯定需要一个过程 行了 你先回去吧 吴鹏心情不好 因为清城的经济发展有问题 他还拿有时间管叶清的事 就在今天上午 省里来领导 专门找他和刘一鸣谈过话 说上边领导 想要让沿海城市开放 吸引外商来投资 搞活国内经济 清城也可以尝试一下 可他是一直抵触 这种资本市场的人 叶厂长 不瞒你说 我们之前跟东海船舶厂有合作 一直从他们那订购快艇 我知道姚队长 怀疑我们的能力 既然如此 我们可以跟东海船舶厂竞争 要不我先带你参观一下我们船舶厂 叶清 先是带他去了停着三艘潜艇的船物 看着眼前的潜艇 姚铁军有些目瞪口呆 叶厂长 这是老毛子的东西 你是怎么弄到手的 老毛子送我的 我们要全拆了 把拆下来的钢铁回炉 利用热闸钢设备制造成船用钢板 然后造挖沙船 造海警船 造机司快艇 叶厂长 刚才你说什么 还要造挖沙船 据他所知 国内目前没有一家船舶厂 能造挖沙船 我能去看看你们造的挖沙船吗 当然可以 他跟着叶清来到另一个船物 挖沙船是深海设计院设计的 还有海军从我们这里 订了十艘挖沙船 这些钢板的原材料 就是老毛子潜艇上拆下来的 姚铁军现在的想法 跟刚来之前完全不一样 他再也不敢轻视青城船舶厂了 姚队长 等我们机司快艇建出来之后 你可以跟东海船舶厂的对比一下 谁好选谁 叶厂长 我们可以坐下来详细聊一聊吗 叶清带着姚铁军去了会客室 叶厂长 你应该也知道 国家想着放开沿海城市 对外开放 国人见识到了外国的好东西 都想要导致走私现象越来越严重 嗯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 那些走私船都是从国外搞来的 速度非常快 有一次我们收到情报 有人走私摩托车 我们立即出动 远远看见了走私船 眼看就要追上了 可走私船突然加速 把我们甩得远远的 哪怕我们是把马力开到最大 但就是追不上 反而遭到了走私犯的嘲笑 机司队的兄弟们都憋着一口气 但凡有一艘速度够快的机司艇 我们一定能抓住走私犯 叶清能理解这种心情 因为装备落后 只能妄扬心探 忍受对手的调戏和嘲笑 气氛憋屈和无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